今年年底明年年初 帕马强尼可能要公布一个非常震撼的代言人 两个字 万表流行力 康康恨给力 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康老师 中国钟表网欧洲事务总经理 著名媒体人 钟表媒体人 明确一下这个领域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康老师 主要是聊一聊什么 现在表圈里有一个很热门的现象 就是代言人 在现在的钟表环境里 代言人这种模式已经非常纯熟了 康老师跟我们捋一下代言人的历史吧 我掌握的史料也不算太完整 但是我自己内心比较认可的 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 杰克豪雅先生因为他是塞车手 他发现了瑞士一个非常有潜质的F1车手 叫乔史福特 与他有视觉形象露出 及商业方面的很多合作 这个被认为是钟表领域商业代言的发端 从此以后呢 代言人这种形式在钟表界变得越来越普遍 因为我也觉得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比一个机械制成品一个钟表来讲更够说服力 更能够打动这个消费者 也就是说一张脸胜过万千言呗 还有一点我觉得 就是能够品鉴传统钟表或者说高级制表的一个机械美感的爱好者 他都需要一个心路历程 一个自己眼力培养的这个过程 很多消费者还不具备这样的鉴赏力的时候 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代言人这种传播去感受表的很多特色特性美感 对 其实有一个现象呢你不得不说 作为品牌来讲 他如果想获得增量用户的话 他还可以用明星的粉丝来扩大自己的粉丝算质 扩展市场的话 就不能只局限于钟表爱好者这个相对比较小的圈子 很显著的一个案例就是 真历时当年请一个代言人 请了以后呢 我们从微博上监测发掘呢 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很多表主潜在表主 或者临门一脚就差付钱的这种表主 纷纷把自己的真理石跟在了那个铁的下面 畏为壮观 所以确实为品牌带来了可观的增量消费 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刚才康老师说的 杰克豪雅先生请这个F1赛德手做的这个代言 是不是业界的第一个 我也很希望得到从不同视角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听说康老师已经有了一个特别有历史底蕴的 我这个观点是这么来的 就是因为中国作为西方钟表消费的市场 我一直认为这个开端是从明朝立马斗 因为天纳海的两个重量级的代言人 赵又廷和热巴他们到达柜场参观品牌展厅的时间 实际上媒体大部队都已经返成了 我是挤出时间来又赶回的展馆 去拍两位重量级的代言人 这门不是要刷二维码吗 前几天波澜不惊的时候刷二维码的话用截屏就行 那天门口要求你必须把邀请函 邮件的链接打开现场生成的二维码 然后刷人脸识别才允许禁管 即使是这样 所有的有力的拍摄的位置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了 在与千百人的扭打之中勉强拍到了一点点有用的素材 本次的热情是毋庸置疑 康老师能不能评价一下 佩纳海请这两位代言人 对市场有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觉得佩纳海的代言人 整个发展的脉络都挺值得研究的 与佩纳海最早结缘的 反而是我认为最胜任佩纳海 整个产品风格的那代言人史泰龙 有表友评价说没有史泰龙的话 佩纳海今天这种受欢迎的状态可能会有变化 说白了就是佩纳海 真的很可能是史泰龙给带红的 史泰龙身材海拔壮硕的劲儿 因为那时候表都多小 比今天惯常见的表还要再小两圈 一下突然冒出一个 实际47毫米以上的尺寸 在当时市场绝对是 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和冲击力 这时候他找到了最适合他的那个人史泰龙 刚才康老师用了一个词叫做 最适合配男孩的 然后还有什么 你从他的话也能听起来了吗 佩纳海近几年的代言人有霍建华 包括今天的赵又廷 迪丽热巴 我觉得这个是佩纳海的产品 更加适合东方人市场 代言人也要相应的 针对东方市场进行配合和变化 这样的一个发展脉络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观察 很多品牌都在使用这种 怎么说呢 我认为是一种生态工具 就在如今的这个环境之下 代言人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 有些品牌没有代言人 会不会这些品牌也有一种风险意识的 但是我发现就是没有官方代言人的品牌 他百余年的历史中 绝对不缺那种不输给万历皇帝的超级粉丝 就是说关于代言人的话呢 也有各种类型的 比如说刚才康老师提到的这个演艺明星啊 还有一种代言人呢很有意思 他是通过实力的积累 逐渐的形成了一种权威 然后成为了品牌代言人的 这种代言人呢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恶补是成功不了的 流量也是无法获得的 你懂得我说的是什么吧 懂得懂 很厉害的品牌 无非就是两种吧 一种是康老师说的这个很头部的啊 一种可能是请不起的吧 对吧 像这个AP这种品牌 它呢在很多人印象中 很可能就是那种不请代言人 或者是有一种危机意识的啊 事实上呢AP也请过代言人 对 当然了是因为某种原因啊 这个咱们就不便说了 代言人在钟表传播领域 在钟表生态里 它有它的起的作用 你们怎么看 我们只是抛砖引玉啊 大家对这个代言人跟钟表的关系 我相信你们肯定有很多想说的 方便说的就评论 不方便说的打字幕 或者私信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最近路边社的消息 说今年年底明年年初 帕马强尼可能要公布一个非常震撼的代言人 两个字 只能提示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展开想象 然后我们交流一下 OK话题就先说到这里 还是那句话 欢迎互动 你们希望康老师在这里 跟大家再分享一些什么其他方面东西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那这集就先这样 谢谢康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